有的人太搞笑了 跟我说不吃叶菜 那么我就想 那就去吃马来西亚餐 我又是有健忘症了 来到这里才想起 上次已经来过都是关门了 还好记得这两家越南餐 千万别进错了 这个海鲜炒面 跟我们中餐 有些广东菜 有什么分别吗 这海鲜炒面 看起来卖相是不错的 吃了再说 还可以啦 我刚才经过披萨店 差点想进去吃了 而美师姐喜欢吃的那一块 也是我喜欢的 当我又口口 我又不想喝汽水 还是坐下来喝杯茶 然后主要的是 还是在这种正式的餐厅里面 还有洗手间可以用嘛 我这一碗 还有这么多肉 才十来块 稍微带辣的味道 对我来说算辣了 在我的心目中呢 这碗 这盘21块的海鲜炒面 那些海鲜呢就不是我爱吃的 然后拿走了 这个表层的鱿鱼啊 虾啊 然后剩下这些 哇 菜煮的熟到烂了 现在看就不好看了吧 对不对 哇 这个咸的要命啊 蟹面就吃不屑了 拿回去 再来泡汤 可能好吃一点 食物就不要浪费 哪怕剩下不多 回家煮个面的时候 放进去也可以 有观众朋友问过我 为什么打包 他们都不帮我 不管我在哪一种 或者哪一街的餐厅 布鲁克林也好 福州菜也好 其他的 我都发现 他们都是给我自己打包 不过我觉得也没什么了 这一顿就花掉我三十几块了 四十几块应该说 我是一点都不介意 自己打包 而且我也蛮喜欢自己打包的 让他们忙自己的事情吧 我刚进来的时候 差不多坐满了 继续努力赚钱 明天吃更好 吃饱了 餐馆的名字还没记住 出来看一下 门牌号码也看清楚了 在哪一条街 中国城唐燕街 还有那两个字 收拾了很久了 以前买饺 我还是乖乖的等交通灯 我还是乖乖的等交通灯 总是看到有些人是不管的 没有出来就可以过去了 这一间面包店 呃 教 不是 卫生局 来检查过 还没有给他们评分 ABC 还没出来 我进来看一下 这边的面包会不会比我们布鲁克林贵一些 应该会贵一些吧 最少这里的店铺租金就贵很多了 买了面包回去了 明天的早餐呢 布鲁克林很多面包店还没有恢复 客人可以抓下来吃 这好贵哦 本来还想卖给我妈吃的 在唐燕街叫我做导游就惨了 可能我还不如一些游客熟悉 至少他们做好了功课呢 我是上班的原因才在曼哈顿的 后面一分钟在车上拍给你们看吧 这样子一切子可以看好多 普通的建筑物啊 街道上的钱 给你们看好多了 又开始了 别少拍给你们看吧 再用一按盖ль路 自己的有用 再用准备 感谢 这拍给吧 自己的叙子 我就再用那么闹 这拍给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